那么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企图靠谎言来欺骗岛内的民众 他们自以为得计 但是谎言终究还是谎言 骗不了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广大的台湾民众 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认识到了 台独意味着战争 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威胁 被裹挟充当民进党当局谋独的炮灰 做轻痛愁快的事 与台湾同胞要安宁 要发展 要过好日子的共同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呢 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开历史的倒车 只要回到九二共识 共同的政治基础上来 停止谋独挑衅 两岸关系才能够改善和发展